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大體解剖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考試 叫做跑台考 就是這樣 你這個台子要換那個台子 一樣一下這樣子吧 這麼忙喔 就是因為一般的考試 其實我們都是拿紙跟筆嘛 那你就靜靜坐在那邊寫 然後作答 那這題不會沒關係 我跳下一題 都想到在懷捕嘛 但是跑台考就不一樣 就是你當下這題想不到 想不到你就趕快換下一題 然後這題就 只能跟分數說拜拜 對 那我們考試的形式可以分兩種 就是第一種就是在大體老師身上 就是可能用紅色的線啊 把那個血管綁起來 然後你就要說 這是哪個血管或哪個神經 那或者是另外一種方式 可能他就會在桌子上 放一整顆頭的爐 就是一顆頭骨 然後就轉過來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爐底有很多坑坑洞洞的嘛 那他就會說 那請問穿過這個洞的 是什麼樣的神經或是血管 所以你就要把它寫出來 對對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像是肌肉和骨頭 還算是比較好認的 因為大家動一動就 欸 蠻聚觀的嘛 但是如果是神經啊 或是血管就比較抽象 那他在泡過弗馬鈴以後 我會講怎樣 我跟大家打個比方好了 我覺得他很像那個 大家有吃過的 嘉義火雞肉飯有沒有 就是很像上面的那個肉絲 有沒有 嘉義那個噴死石雞肉飯 對 很緊急 上來我們都有陰影 對 就很像一絲一絲那樣 你講的這個是神經 血管 雞肉和神經都滿像的 對 然後助教考試就有點像 他就隨便夾一條出來 然後你就要說 請問他是哪一個神經 或是他是什麼肌肉 對 然後像我之前有同學 他太緊張 就是考試太緊張 然後就沒有照那個 跑動的方向走 然後就一回頭 然後就撞到大條 是拉開鎖 然後砰 然後就突然就很大聲 然後他就趕快說 對不起 然後繼續往下一題移動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剛才講肌肉組織像肌肉飯 那血管跟神經呢 他的血管已經應該是沒有血的 或者是凝固的 那他的神經是什麼顏色呢 就像我剛剛說 那如果你有染色的話 你就會看得清楚 那像我們給醫學生做的這個 大家不太可能去灌注全身的 所以確實就看到 就是都是像這種漏涩的 真的 都是一樣 所以確實辨別上面 很難辨別了 有一點困難 那你實際上去撥弄 當然他那個質地會有一點不一樣 血管他還是有一個血管壁 那就像你 你任何吃這些什麼內臟這些 回答白白的 你就知道說他還是有這個血管 那個比較潤一點的構造之類的 其實我們回想到大三的時候 剛接觸就是解剖學這堂課 就第一次就是大體老師排列 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一個組別 大概一組十幾人這樣子 每個組別他分配到的大體老師 其實體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像我們這一組可能就是因為 癌症病室的一個瘦瘦的阿姨 那隔壁可能就是一個很肥胖的大叔這樣子 所以每一組的那個大體老師 稍微有一點點區別 那當然第一刀就很像剛剛Joker講的 就是說我們要先畫下去 那當然就是可能先從肚子開始 可是像我們自己比較古瘦如才的阿姨 稍微輕輕畫一下 就到了他的那個腹腔 可是隔壁就要就是畫完 畫完又畫 畫完又畫 然後把脂肪剝開 剝開 剝開 然後發現下面還有 還有 還有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第一次覺得 就是很震撼的事情 就是說人的肚子原來可以這麼 無窮無盡的一直下去 是喔 所以也會影響到我們未來 自己的飲食習慣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就稍微吃了一個學期的術 稍微讓自己 第一個是尊重大體老師 第二個是讓自己的體態 稍微就是比較有三高的這種情況 那最後一個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的大體老師 下面都有一個小小的mark 小小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它其實會稍微的 就是把這一個大體老師生前的話 帶給我們這些學生們 算是讓我們知道 就他生前想跟我們講什麼 那當然這個老師 他其實生前可能來不及寫 那是他的子女代比的 那這段話大概就是說 身為子女的我們 雖然很不希望媽媽的身體 被這樣的展示或者是切割 可是他本人生前的意願 其實是很希望 可以把自己的身體交給後 後續的醫生 醫學生們 研究或者是解剖 所以我們也只能 讓媽媽的心願完成這樣子 當時看到這句話 其實心裡是覺得 無限的感激跟尊重 那當然也是 後續當然就是好好的 把這個老師的解剖學好 觀測他的理念這樣子 這個其實真的不簡單 宣出來 然後去做一些解剖等等的 加在對傳統的 我們講這種中國人 這種習慣跟觀念 很難接受的 大家好 就是我想要分享一個 那時候聽到解剖老師說一個 我覺得還蠻感動 又蠻神奇的故事 就是我們的耳朵裡面 有三個很小的骨頭 叫做三小亭骨 然後因為我們解剖完 大體老師之後 就會幫老師復位 就把老師的器官拿 然後最後幫老師縫合起來 就還給老師一個 完整的大體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學生說 他有一次做夢就夢到 老師來跟他講說 就是他裡面的一個小骨頭 沒有放回去 哇 對 然後 那小骨頭去哪兒了 對 當下老師聽到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 大體老師怎麼可能會 就是知道什麼是耳朵裡面的小骨頭 那因為就是我們在解剖之前 其實都會跟家屬做一個訪談 然後就會了解說 這個老師生前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老師為什麼會想要捐贈 他的大體這樣 然後就了解到說 其實老師生前 本身是一位中醫師 然後後來有找到這個小骨頭 然後有順利放回去 所以是真的 忘了放回去 對 還滿神奇的 唉呦 他們以前不是都會傳說說 如果你這個大體課沒有好好上 老師晚上會跟你講 你要好好練習 上完整 這個壓力好大 我還有一個疑問 就像這個大體 可以重複 會重複使用嗎 那個要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有的是為了讓學生了解解 解剖構造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重複一直看 那像已經解開 比如說那個就可以已經剖開 解剖開了 解剖開的地方 他可能一開始這一句 是為了給他們操作使用的 那後來就會移作是解說使用的 然後還會有新的大體 是給他們做一個基礎的一個練習 這樣 對 階段性功能不一樣 階段性功能不一樣 到後來有一些比較 到後來真的是比較不堪使用的 他就會有一些比較 比較禮貌的程序去把它處理完這樣子 對 好 我們接下來接下來看 第一次下刀 這是活人吧 對 活人 第一次下刀 因為其實大體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階段 活人上面做任何一個動作 其實每個人的個體又不一樣 像你們兩位要下刀 到底用的力道絕對不會下刀 所以你跟我們聊天啊 你跟我們講說他下刀 可能要從這裡要這邊 會不會控制體重 不會脫太多成分 對 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當初一開始 我們當執行醫生的時候 然後因為你不會預期老師什麼時候 會突然間在手術房叫你去植刀 那我第一次被叫的時候 就一台盲腸炎 然後說你來學畫刀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就要畫刀 我就說就有點灑住了 我到底要畫多輕還畫多重 然後老師就說 那你就畫下去就對了 結果因為你又會怕你知道嗎 所以就這樣輕輕畫了一下 然後老師說 你沒吃飯 然後你的手勁這麼差 然後後來你說你再重畫 結果你又很怕那個沒弄好 結果但是因為手會抖你知道 結果就變成原來淺淺的一道 你又畫下去又沒有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畫得很用力 然後血就直接噴出來 然後老師就說 你的手這麼不巧 你來我這邊run一下就好 以後你不要走外科這樣 對 就是會被這些酸言酸語 但是老實說 你真的是每個人會不一樣 因為在我們臨床上來講 有時候遇到真的很肥厚的 你或者是皮質很厚的 你真的很用力畫 他也只不過畫到真皮層左右而已 但是有的骨瘦乳采的病人 你一畫他直接就畫破筋膜 筋膜快進肚子 真的嗎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都要一再的一個經驗累積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 大家看這種 今天有帶來這種縫合的一個器械 一開始我們好像覺得很簡單 那我們縫合 不過以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洞洞 我們就這樣縫過去 去把它接針 然後接針之後 再調到對的位置 再給它縫出來 然後我們可能就要做一個 太線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這大家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在一個真人活人上面 實際上來講他會有各個角度 而且就像你們一開始大家在學打籃球 打各種高爾夫球一樣 一開始你會全身很僵硬 而且你可能在 那時候我們在當實習生的時候 每個甚至拿磁針器 都會被唸得亂七八糟 你這樣怎麼拿 你這樣怎麼對 一個手指要放進去 兩個要放進去 在不同組織 你的手法會不一樣 但是一開始完全都不懂 那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被老師罵 然後全身很緊繃 然後只不過叫你縫個三針 回去好像打了一場籃球一樣 對 大家都是這樣子成長過來的 不好意思 我講 人家講說 開刀千萬不要給那個新手開 不要給什麼 他們其實來講很多人 他那時候可能麻醉了 他也不知道 他不可能都是主治醫師 完全從頭到尾他要動刀 對不對 他一定有一個程序 讓一些比如說實習生 比如說也來劃一刀 或怎麼樣的 要不然怎麼樣才能 我們學嘛 對 要學嘛 是不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哦